各位平安啊 如果说到救济幽民 接引地狱苦难亡魂 还有普渡众生 各位的脑中会浮现出哪一位神圣呢 其实我有随机问过一些人 其中包含了他本身没有特定宗教信仰的 他们都会回答说地藏王菩萨 可见地藏菩萨他这方面的形象 可以说是升职人心 但其实在佛教中 地藏菩萨他最原先 并不具有所谓的地狱救赎的功能 时间最迟要到中国的唐代 当时佛教有两种十王经 还有地藏菩萨本院经的问世 地藏菩萨才有所谓的救度亡魂的神格 一直到了宋代 当时有一本民间善书横空出世 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巨大 叫做玉力宝超 那里面呢把地藏菩萨 形塑成一个幽民教主的形象 更加强了后世 民间对于地藏菩萨这方面的一个印象 但其实在汉代之后的六朝时期 道教里面早就有一位救度亡魂 他的形象犹如地狱教主一般的存在 而且这位大神 他不只祭死还可以祭生 世间众生所遇到的种种苦难 他都可以救济 这位神圣的圣号 太以救苦天尊 在往昔的一个时空当中 原始天尊在轻微天中 九色玉堂 安坐在他的宝座之上 周身大方光明异彩 十方的天尊 诸天天地 还有数以万计的神仙 都集合在此 要听原始天尊 为他们说法 此时 台上老君突然起身 离开了他的寓座 脚踏着朵朵莲花 飘飘荡荡 缓缓向前 真人御女 伴随着老君左右 一直走到了原始天尊的架前 向天尊秉咒 老君说 现在在此所有的神仙 都是因为受到了天尊的开化 才能受服于天堂 但是现今三界之中 还有数不清的众生 他们生在苦海之内 遭逢各种恶难 老君在天上看得余心不忍 大发慈悲之心 他想要以自己的威神之力 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 原始天尊也微微起了身 告诉老君说 救苦救生 我早有办法 在东方有一个常乐世界 当中有一位大慈人者 他叫做太医救苦天尊 他的化身 在世间就像沙尘一般多 他既住在天宫 也下降人间 甚至身在地狱之中 老君听完 问道 这位神仙有这么多的变化之声 该怎么样把他呼唤到天尊的价钱呢 原始天尊说 只要你们诸位一起呼喊 他的名号 他就会出现了 于是在场的仙众们 一起齐声呼唤着 太医救苦天尊 突然有一个童子 从一群帝君之中 走出来到天尊前 说道 成就是太医 我等诸位神仙 聚集在天中 听原始师尊 说妙法之时 地下早已历经了万劫 众生已经受了数不清的苦 我们在天上快乐 但地下呢 正在受苦 童子说到难过之处 不禁流泪哽咽 向原始天尊发下大怨 愿能分身化行到三界之中 在异议节中 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 随后这位童子 马上献出一位天尊的样貌 脚踩着莲花飞行空中 手拿着柳枝 净水 头顶有圆光照耀 身旁还有九头狮子 左右随从 救苦天尊 在空中飞行之时 还不断变化着身形 以下变为天地的样貌 以下变成一位仙人 最后还变成一名女子 随后消失在空中 由此得知 太乙救苦天尊 它有千万种的样貌 非常多的化身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一尊 是现存于世 最古老的太乙救苦天尊像 位在四川的安月玄妙观 不过还蛮可惜的 就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所以它的天尊样貌 已经都毁损了 不过还是可以隐隐约约 看它脚下有柴的莲花座 左右的身旁有两位护法 太乙救苦天尊 又被尊称为太乙慈尊 清玄上帝 它的本尊居住在东方常乐世界中的东极庙岩宫 在三界之中都有它的分身存在 它能够寻生救苦 超度众生 之所以救苦天尊有这么大的一个威神力在 是因为它是源自于祖契化身的九阳之经 是玉清原始天尊 用来救拔诸众生的硬化之身 太乙救苦天尊最初是以一化石 又化身为十方天尊 各个方位都有一位天尊在救拔众生 后来这十位天尊到了地狱之中 又分身化形为大家非常熟悉的石殿炎君 道教称为石王真君 刚好十位天尊分属十殿 也就是说以道教本位来说 这地府的石王也都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化身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天尊分身 大家相对会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在普渡的这个法会坛场之上 尤其是在中原普渡时期 都会看到一尊鬼王形象的这个纸扎的神尊 就是在这个坛场之内 那以民间的传说 这个鬼王是由观世音菩萨 他所化身而成的 那如果是以道教的传说来讲 这位鬼王呢 是太乙救苦天尊所化 被称作羽灵大神 普渡真君 也是负荷在普渡的这个期间 兼领着在这边的万鬼 他还有两位大神 在道教的普渡科宜里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是北魁玄范府里面的河桥两位元帅 又被称为河桥雌二圣 他们属于神虎追射师 他们的工作呢 就是在追射亡魂的 就是在普渡科宜进行的期间 如果这附近呢 有亡魂味道 他们会负责 把他们追射到滩场 那影片录制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六月底了 那接下来七月 就是要到中原普渡了 那往年呢 我都是会稍微准备一些 不会败太多 那今年我是已经有准备了一些东西了 那像我一定都会买一些饼干之类的 正好在剪片 或者在想题材的时候 很烧脑啊 吃点甜的 买一些真的可以放起来的 不然呢 就怕败的时候没吃完 还会买这种瓶装茶 那接下来这点 大家可能会有点意外 因为我平常是不烧金的 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要画 我可能会夹个几张的那个瘦金 然后去画一画 那但是呢 往年也到了这个七月 多少都还会准备一点 已经准备好了这些银子 然后这个金衣 我的量大概就是这样 我也不会烧太多 那往年呢 我都还准备 我就是晾饭店卖的那种白面条 因为我是夜猫子啊 半夜呢 没什么东西吃 我就宵夜呢 就要自己煮面来吃 那为什么普渡的时候 要请到鬼王 甚至是神将 来到这个坛场里面呢 那最主要呢 就是这普渡的法会上 就是会有 非常多的这种食物贡品 那招来的呢 通常有蛮多 都是所谓的 恶鬼穷魂 就为了这个秩序 不要乱掉 而且呢 让每个来这边的王魂 都可以享用到贡品 所以就需要有一位鬼王 或是有神将在 那就来这些好兄弟 酒足饭饱之后 就会经由道士来进行科疑 让这些王魂们可以文经听法 经由这个金公号立 还有天尊的慈悲 让他们早得超生 而我们上面有提到 救护天尊 他身旁有九头狮子伴随 这位九头狮子呢 是大有来头 据说他的一个吼声 叫做吼破地狱蛮 而且震撼九幽地狱 可以说是救苦天尊 他来地狱救苦救难时 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那其实呢 一直有一种讨论 围绕在这位九头狮子的身上 究竟呢 这九头狮子 指的是一只狮子 他长了九颗头 还是这个头代表的是数量 知数 就是天尊的座下呢 总共有九只狮子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出现呢 最主要是现今 比较常见的天尊圣像 他座下的狮子呢 就是一身九头 那再加上呢 西游记把九头狮子 描写为一位角色 叫做九龄元圣 更加深了这个印象 那接下来要跟各位讲一段故事 虽然这个故事的本意 不是在讨论狮子 但是呢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答案 我就在古代 有一位道士 名叫张仁表 他是非常聪明 而且变才无碍 但是呢 他却是一个极其浮夸之人 常常乱说话 而且他对待身旁的亲友们 也都非常不真诚 所以后来渐渐的 大家都不跟他来往 直到有一天 他生的重病 很久都医不好 而且还没有人愿意来帮助他 就在这个病痛之中 他做了一场梦 他梦到自己的魂魄 被地府来的立足所追射 有一群鬼族来到家中抓他 这群鬼族就一路拖着他 走到了一处荒野 这个荒野之中满是荆棘 但是这些鬼族们 还是硬拖着张仁表 过这一片荆棘之地 上面的芒刺 刺破了他的衣服 撕裂了他的血肉 张仁表苦不堪言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黑色铁城 上面还冒着火焰跟浓烟 周遭的守卫 全部都是兽头人身 张仁表看到非常的惊讶 这不就是往常 他在画上所看到 关于地狱的景象吗 那过了铁城之后 他们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这里一望无际 但却什么也没有 张仁表很害怕的问身边的鬼族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跟一路上的景色完全不同 鬼族跟他说 这边是太乙天尊宫 张仁表一听到天尊的圣号 他才猛然想起 他平常都会叫别人常念天尊的圣号 因为太乙救苦天尊 寻生救苦 他想到这边 心中燃起了一阵希望 他马上就高声大喊 太乙救苦天尊 但就在张仁表 喊了十几声天尊圣号之后 却完全没有任何事发生 他换来的只有身边鬼族的讥笑 这鬼族对他说 你这次渴了才在挖井 这一切都来不及了 其实这鬼族的话也不无道理 张仁表也是了解的 当下心中满是悔恨 泪流满面 虽然哽咽着 但还是不断称念天尊的圣号 太乙救苦天尊 就在此时 四周突然泛起了一阵红光 身边的鬼族也不知道何时消失不见 只见前方有位神明 安坐在五色莲花之上 周身有无数的水仇 神明坐下有五色狮子九头 共捧莲花座 他们口吐火焰 把这位神明围绕在火焰之中 而这位神明就是太乙救苦天尊 张仁表已认出是太乙救苦天尊 他马上跪倒在地 跟天尊磕头忏悔 痛承自己所犯过的罪 天尊告诉他说 你所有的罪业之中 口业是罪重的 只要一个人乱说话 就会影响到数万人的思想跟行为 如今你已经是福尽寿终 但天尊念在张仁表 与痛改前非 要给他七年的时间 大概这七年的时间 天尊要张仁表 要记得要行善 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把天尊的圣像 留步于世 救护天尊严禁于此 张仁表突然醒了过来 于是他马上把自己所有的财物 都变卖 请人画了非常多天尊的画像 让天尊的圣像 开始广为流传 张仁表有一天走到了城外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荆棘之地 走进一看 这荆棘之中 还有好几块小碎布 正是他梦中穿着的那种布料 而且在这个地方呢 还发现了无数的血痕 张仁表才惊觉 这一切呢 不只是梦 过了七年之后 张仁表离开人世 其实一直以来蛮多观众对我还蛮好奇的 都会问我说为什么会吃素啊 为什么会有宗教信仰 以至于为什么会拍片 那其实这一切都跟我生命中的宠物 尤其是兔子们有关 是他们带给我的一些体悟 还有一些机缘 我跟着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快乐 生病 痛苦 看着他们渐渐的老去 送他们离开 他们不会说话 只是用着本能在生活 但在这个过程之中 他们教给我的 为我带来的改变 却比任何人类的老师还要多 但是后来读到了 太伤动权林宝 救苦妙经 过了一阵子之后 突然对里面的第一句经文 很有感悟 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 救苦天尊 变满十方界 常以威神力 就把诸众生 得利于迷途 众生不知觉 无盲剑御略 或许这些长得毛的小朋友们 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 救苦天尊 三代动物们 谁知道 他们会不会是救苦天尊 如沙尘般多的 分形划线之一呢